大家好 我是Jane 君姐和于轩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谈的就是 笑蛇的朋友了 那么笑蛇朋友呢 在今年十二圣少当中呢 排行榜是属于地名的 因为今年命宫中呢 有很多很多吉星降临 有这个所谓的 子卫跟隆德啦 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这个贵人性的 所以在事业方面来讲的话呢 无论是打工一族 或是从商的朋友来讲的话 今年非常好的把握 握你的机会 今年是一个一飞冲天的一年哦 那么在这个财运方面来讲的话呢 今年因为有这个 子卫跟隆德的帮忙嘛 所以今年呢 财运呢 也非常的亨通的 不认识在投机 或是投资方面来讲的话呢 都可以做一个 多元化的这个投资的 那么但是因为 今年有这个网神呢 代表这个就是 财务仪式的事情发生 也就是广东话说的 打一头哈 所以今年要特别 小心要保管自己的财务咯 那么在这个感情方面来讲的话 因为今年红卵心动 代表这个红卵桃花的降临 所以今年呢 不论是已经是 打算了结婚呢 或者是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今年是非常好的 嫁娶一年哦 那么在健康方面来讲的话呢 今年因为同时有这个网神 也是代表小病痛 所以今年可能是因为 孝时朋友呢 太多这个应酬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 饮食方面呢 还有特别不要多喝酒 因为喝酒呢 会伤身 可能就会弄到你这个 肠胃发生事情哦 那么建议呢 那在风水布局方面来讲的话呢 就不妨在家的中宫位置呢 就放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朵呢 可以吹往这个所谓的喜事降临啦 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西北方的位置呢 放这个金属物品 或者是流水事物呢 可以吹往这个人员哦